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结婚这个词听起来是多么的遥远啊 没想到在我二十一岁这一年就成真了 在这个神圣的时刻面对这个完美先生 我一定要控制住我自己差不多就可以了 控制住把它当做一个梦就可以了 一定控制住你可以的 还是没控制住 不过这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 其实我们的故事是这样的 云小姐你的基本资料我已经看过了 我想请问你除了本专业外 你还有没有什么特征 请问绘画漫画算吗 我的意思是说在大学期间 有没有获得过任何奖项 有没有在五百强企业实习的经历 有没有资深人士的推荐信 或者说你会不会电耳外语 检查结果出来了 希望你有个心理准备 各项数据都证实了之前的诊断 我还有多长时间了 大概一年 你不用太悲观 现在医学条件这么发达 怎么会找到相关的治疗手段呢 一个垃圾分类你们都能吵起来 我觉得问题不在于垃圾 你们这不就是性格不合吗 谈恋爱哪有找 跟自己性格差距这么大的呀 你个母胎设计的你安慰我 这边请你来 谢谢师哥 我说完了 不会被我说中了吧 这也太完美了吧 小心一点 你省上有咖啡 谢谢你 从你点单到现在 已经过去了五分二十三秒 请问一下你点完了吗 如果可以的话 是不是可以到我了 我点完了 您请 谢谢 您好 请按照我写的详细内容 帮我随备答题 谢谢 先生 您这会不会太细致了 如果您要是觉得麻烦 我可以自己做 是全指标的 对 怎么 您要脱纸呢 我要的是无乳糖 我对乳糖本来是 抱歉 这杯咖啡我喝了 行 这杯算我的 我再给您再做一杯 好 不必了 我喜欢自己的乳糖 师哥 给我吧 这杯先生 这杯咖啡算我的 你看好吗 不必了 我可以自己服务 一杯咖啡而已 多喝拿铁了 还讲究什么奶啊 还一咖啡是精髓 笑致 致 咖啡 你说 你 叫我 咖啡 不是吗 所有人都 做得罪了 大家什么都要不去 你说 我要离开 我为什么要不去 尽快让你遇驾 我说就是你 什么都要做 哪有用 方向的同学 可以利用课余时间 在网上进行查阅百课 课堂上的时间非常宝贵 我就不一一介绍了 我们今天要开始学习的 是负辨函数 之所以选择负辨函数 作为这第一堂课 是希望能够明确 我对大家每一个人的要求 精准 确切 不允许有任何的误差 这也是我们作为数学人 必须要具备的信仰 这位同学在干什么呢 这位同学在干什么呢 我外套的扣子是两颗 你画了三颗 手表戴在了左手 你画在了右手 最重要的是 眼镜的材质和款式 你画得完全不大 在我的课堂上 你即使是要画画看小柴 我也希望你能够做到精准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通篇都是午茶 无忍呀 无忍呀 looked glide 你干吗呢 现在过那不是凌晨吗 我当然在宿舍睡觉了 我忘了 对了 我有一件事情要交代给你 爸妈之前的那笔钱 不是买了几斤吗 好像快到期了 你明天去银行取出来 重新选一个理财存行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我明天就去 你好 你好 还有一下 P2I这些理财产品都怎么了 这样 我呢简单地给您讲一讲 您就明白了 好嘞 好嘞 谢谢您 这个P2P啊 它是属于商业财的一种 包括了P2B等等 我叫张思念 那P2I呢 是我行新推出的一款 这个是我的身份账 向年呢 可以考虑做一个 打包的资金配置 包括了外汇 黄金 互联网金融 产业链金融等等 那我个人呢 是建议您做我们这个T计划 最重要的一点啊 它还有这个三重的立体风控 从上所述 您看您选哪一个呢 不好意思 我刚刚没太听懂 您能再说一遍吗 好的 没问题 这位同学 张老师 这是我帮你分析了 三种套餐的特性 我给你的建议是 以你的经济头脑 买理财不如买不动产 您看您想买哪个套餐哪 我都不买了 谢谢您 一叔 一叔 我一个好消息要跟你讲 好消息 我拿了 一等奖学金 哇 你太厉害了吧 依依 一等奖学金 依依 你实在就是人生赢家 哎哎哎 我也是人生赢家 看 我转正了 哇 李诺 五年了 你终于熬出头了 不长 我有个好消息要跟你们说 我买房了 什么 你要买房了 你什么时候买房了 这么突然 哎呀 阴差阳错 我表哥那边有个特别合适的房子 价格低 地段好 而且能付首付 我爸妈不是给我留下来一笔钱吗 刚好 首付 轻 让我帮我一块钱块钱 没有帮我 哇 这个小剧也太完美了吧 哇 你小叔 以后 你可以随便闯到世界了 反正不管怎么样 你都有家可以回 哇 看起来还不错啊 哇 家具都给我准备好了 哇 表哥也太靠谱了吧 个人还是亲人靠得住啊 这 这怎么这么多书啊 我们这个冤家路宅啊 这都能碰上 我的天哪 神哪 救救我吧 这 张老师 喂 我来 你 你干吗 对不起 等会儿 等会儿 我 我 我一定是走错了 叔 啊 等一下 张老师 你想干什么呀 我觉得我应该没走错 不然的话 为什么 我的钥匙能开你家 能开我家的门呢 我也想问同样的问题 这些是我的构方评证 可以看一下 你这些 你这些我也有 你看 这是我跟我表哥签的合同 而且我还有 和我表哥的聊天记录 不动产权证件的照片 我也有 这有照片吗 对啊 我表哥说了 房主现在在国外 证件过几天的正式计刀 你表哥是做什么的呀 我表哥是职业顾问 我想我应该明白了 你可能被骗了 他是我表哥 他怎么可能会骗我 而且我的钥匙 还能开家里的门 现在再用你那把试一下 为什么没有开不开了呀 你表哥给你的是装修钥匙 这间房子装修好之后 我一直用的是密码开锁 所以正式钥匙 还没有用过 这也是为什么 你刚刚装修钥匙 可以开门的原因 但是在我的正式钥匙 使用了一次之后 你的那把钥匙就作废了 不会吧 你合同的委托代理人 霍奇就是你表哥对吧 他是一名职业顾问 能够拿到装修钥匙 没什么问题 而且他可以很轻松地 拿到房屋的相关系 信息和证件 但是原件 他是不可能拿到 而且他一定会告诉你 这套房子特别好 如果你今天不买的话 明天 别人就会把它买下来 至此 你在时间的压力之下 你选择了相信你 所以钱 就被他给骗走了 你们本科宿舍要装修 今天所有同学都要搬家 这事你知道吗 毕业 我真的要留到街头了 怎么办呀 走 去我宿舍 同学 你是哪个系的 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你 老师好 我是那个统计学系的 今年大四 刚毕业 这里是研究生宿舍 你知道吗 毕业生是不能留宿的 知道 别说了 我跟你说 云书 这事你早就该来找我了 指望高智义这不靠谱的 你靠谱你不早想办法 我跟你说 云书房子事情的时候 你应该想办法 我怎么没想办法 我不是说了 去找他表哥打一顿 你不是不让我去吗 上哪儿去找他表哥呀 你人都找不到你打空气 好了好了 你俩别吵了 这次我又给你们添麻烦了 不麻烦 我们医院呀别的没有 空床有的是 一会儿啊 我就给你找个地方住下 你放心 这是我的地盘 绝对不会有人 再赶紧出去了 云书 你先在这儿逛一圈 我去逛家安排一下 我们医院的画院 还是不错的 云诺 谢谢 谢谢啥呀 你我意义 咱俩不是亲人吗 好嘞 亲人 我去了 拜拜 亲人 快拉我一把 老爷爷 你在这儿干嘛呢 先把我拉住了再说 快拉我啊 一 二 三 爷爷 你刚才在这底下干什么呢 别提了 我在这后边啊 藏了会儿烟 没想到藏得太深了 我一够就卡在那儿了 平常这道上人挺多的 今天怎么这么清静啊 亏得你 谢谢了啊 不客气 爷爷 你刚可真吓我一跳 过 您是得什么病了呀 我孙子没告诉我 我也懒得问 估计啊 是治不好的病 那治 治不好的病 您就别再抽烟了 我都这岁数了 无所谓 高兴一会儿是一会儿 您可不能这么说 您孙子他不告诉你 一定有他的理由的 而且啊 您孙子他一定对您很好吧 就爷孙俩相依为命 能不好吗 说就我这个孙子啊 真是我一块心病啊 心病 我这辈子最后的愿望啊 就是想看到 堂堂有一个家 姑娘 你叫什么 有男朋友了吗 爷爷 而且我叫云舒 我还没有男朋友 不过您问这个干吗呀 我觉得你们俩挺合适的 要不我给你们俩介绍介绍 老爷子 怎么又跑出来了 是不是偷偷抽烟了 没有 这回绝对没有啊 好吧 咱们赶紧回病房吧 来 小心啊 姑娘 不 云舒 谢谢您啊 不客气 爷爷 您要相信我 只要您好好治病 外加不偷偷抽烟 你孙子 他一定会带他女朋友 来看您的 细力激炎 但愿成真 一定 拜拜 拜拜 走吧 您慢点啊 小心 您说 走吧 给你找了一个好奇数 那你就等了 我来拿酱子 嗯 没想到张老师外表看见老明冰的 那些人就还是个小工具啊 在干什么呢 张老师 找你还是那个事 今天你必须陪我去趟公安局 看来我说得还不够清楚 我今天一点时间都没有 我不管你有没有时间 如果今天你不陪我去 我就不让你上车 请你让开 我不 把腿放下来 我就不 张老师 如果当初不是你拦着我买理财 偏让我去买房的话 我也不至于轮轮到今天这个地步吧 而且我被骗 你是有间接责任的 我也没有怪你的意思 我只是现在能陪我去一趟公安局 我这个要求也不过分吧 这位同学 你刚刚的逻辑非常有问题 我建议你投资不动产 和你上当受骗是两回事 我不管逻不逻辑的 今天你必须陪我去趟公安局 算了 我陪你去 您真的答应陪我去了 那我不出发吧 这个不是您的车 上车 张医生 张老师 真的特别感谢 我可以帮你建议你上加新收尾 怎么会ug 给你听下去 你如果您暂时も Naturally 你等一下 你好 有什么可以帮你 报案 什么案子 诈骗的 老刘 有人报诈骗案 案子多少 两百 两百你报什么诈骗啊 不好意思啊 是两百万 我想请问一下 两百万的话 大概要判多久 老刘 两百万怎么判 时间起吧 你们先填下资料 好 不是 你们俩到底谁报案 他 不是 明叔同学 你到底在干什么 张老师 对不起 我还是决定 不报警了 为什么 从小到大 除了我姐 她是我最亲最亲的人 我还是不相信她会骗我 她骗了你和你姐的钱 而且辜负了你对她的信任 即使是这种情况 你也打算原谅她 我没有原谅她 我只是不希望 因为这件事情而毁了她 手机拿出来 我加一下你微信 张老师 麻烦你们 今天不好意思 让您陪我白跑一趟 手机 我会把你表哥骗你的事情经过 用文字的部分描述一下 发到你手机上 作为我的证词 之后 我就不会再陪你来了 谢谢张老师 我欠您一个人情 我不喜欢别人欠我人情 我 我 我 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 请说 人该不该撒谎 当然不应该 但是如果是善意的谎言 那就是好的 偶尔撒一次也没关系的 谎言无论再怎么修饰 依旧还是谎言 哪有什么好坏之分的 当然不是了 如果你初心是为了这个人好 而且你撒谎 可以让这个事情变得更好的话 这就是善意的谎言 是好的谎言 那善意的谎言 就不是谎言了吗 张老师 难道您从来都不会说谎的吗 从来不好 那可能是因为 您还没有遇到 那个一定让您说好的事情吧 自从你在国外 退了职 回来还买了房 打算常住 我就知道 我的病好不了了 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拖着 不愿意手术吗 不是因为我怕死 而是我怕走得太早 等不到那一天哪 你说的是哪一天 爷爷这辈子最大的遗憾 就是在你小时候 没能给你一个幸福的童年 一个完整的家 这才造就了你今天的性格 他成就了你 你 也伤害了你 我希望 能有一个爱你的人 和你爱的人 共同组成一个 真真正正 幸福完整的家 这就是我 一直在等的那一天 也是今生 最后一个心愿 你拿来吧 我签字 我签字 您真的想通了吗 想通了 怎么着我也得去赌一把 赌赢了 至少还能多争取一段时间 兴许还能看到我 愿望实现的那一天 好了 字也签了 算是给足你面子了 那你也得给我个面子 回答我一个问题 回答我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你问 告诉爷爷 找到女朋友了吗 如果你是初心是为了这个人好 而且你撒谎 可以让这个事情变得更好的话 这就是善意的谎言 张老师 难道您从来都不会说谎的吗 那 那可能是因为 您还没有遇到 那个一定让您说谎的事情吧 找到女朋友了 撒谎吧 这次没有 爷爷 等您手术之前 我一定带他过来见您 好 爷爷等着 来 好 我先对没得过 我无法满意 我没得过 我无法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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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这 你 你谁呀 你这暗恋我那小女孩吗 张老师 你好 我想找你帮我一个忙 当然可以了 你说 做个女朋友 这 这太突然了吧 我 我还没 我是可以付给你钱的 我了解过你们 护士每个月的工资是 八千四百六十块钱 这合成每天就是两百六十元 我可以先付你三天的工资 但是只需要占用你 半个小时时间 你什么都不用做 就站在我身边 微笑就好 可以吗 有病 语书 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随便的 张勋 可以呀 帮你什么忙 帮我完成一个 善意的谎言 做我女朋友 好 你不是有眼熟在我身边来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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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是谎言 也都是善意的 不是吗 是 我是说过这句话 但是假装你女朋友 这个事情 太离谱了 叶 没事 手术一定会成功的 你女朋友呢 我 就爷孙俩俩相依为命 我这位最最后的愿望 就是想看到 他能有一个家 爷爷 是你 是你 你是思念的女朋友 是我 我就是他女朋友 要真的是你啊 爷爷就放心了 好好好 好了 马上要手术了 爷爷 你看 我说得没错吧 您的孙子 他一定一定 会带着他的女朋友来看您的 好 爷爷 你要加油啊 老师 张老师 爷爷绝对不会有事的 我能感觉得到 律师 张医生 我爷爷的情况怎么样 手术非常成功 张医生 辛苦你了 应该的 应该的 那我先去忙了 好 余叔 张老师 余叔同学 如果今天没有你的帮助的话 我爷爷很可能挺不过来了 所以我想感谢你 张老师 您客气了 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那你准备去哪儿 你可以先去我那儿住 一个月 你住在这儿住 你住在这里的期间 为了彼此方便 我给我把公共区域平均分成两分 你用左二分之一 我用右二分之一 关于卫生间的使用时间 我制定了一个规则 每天早上的七点到八点 以及晚上的八点到九点 我需要用浴室 这段时间你不要进卫生间 你不要进卫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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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晚上九点到早上十点 是你的卫生 早上十点到晚上九点 是我的书房 好的 谢谢张老师 结婚 结婚 您这个要求太荒妙了 我不肯地答应 别激动 爷爷 你别激动啊 血压都有点高了 张院士 您先别激动 您听懂事 虽然在物理的世界里面 存在您说的那种关系 但是 有机体它的逻辑是不一样的 爷爷 你能答应爷爷吗 张院士 您说的这个要求 我实在没办法 爷爷 你只要好好养病 你说什么 我们就答应你 好不好 你要用完美的眼光 去看待不完美的人 你说 我仔细想了一下 我们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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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 你现在遇到了最大的困境 是因为亲戚表哥 导致你父母的钱财被骗糟 从而引发了你现在的生存力气 而对于我来说 我最大的困难就是 满足爷爷的愿望和你结婚 所以我们两个人之间的诉求 是有其要点 如果你能跟我契约协议的话 我可以把房子过户给你 所以如果你考虑清楚的话 我现在就可以去准备合约了 我做不到 为什么 是刚刚我的分析有什么问题吗 张老师 我连恋爱都没谈过 你就是让我因为房子 照我相像都不一样 但是 张老师 你放心 爷爷那边 我随时都在 好 你有权利拒绝他 我可以理解 这是要去哪儿啊 张老 最近给您添太多麻烦了 所以我打算搬出去住 外面住的地方我已经找好了 我给你买了一个东西 一会儿送过来 就当作是给您的礼物吧 您好 您定床给您放那儿 先放到里面那间书房吧 张老师这床 我是想 以后你可以睡得舒服一点 您好 您的床放好了 谢谢啊 谢谢啊 没关系 这床还可以退掉 您的心意我领了 这段时间 长蒙您的照顾了 那 我就先走了 好 虞书 我送送你吧 好 张老师 就送到这儿吧 好 我出去 优优独了 咱们干吗 这么 这么快就到您那儿了 云书 姐 你在这儿干嘛呢 姐 你怎么回来了 我给你拿箱子 我不该回来吗 我不是早跟你说过 我要回来的吗 不好 她是 她是 她是我 这 这是我男朋友 您好 我是张思年 是 是她男朋友 这个是我姐 她叫云兰 男朋友 你什么时候叫她男朋友 两个月 那这行李箱是什么意思 你们分手了 你怎么回来的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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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事 我俩今天想要倒垃圾 垃圾 对对对 吃垃圾 已经扔了 姐 我给你收拾好了 你今天就睡这儿吧 张教授还开爱情小说呢 你睡哪儿 我睡 我睡对面卧室 你俩一直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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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你别胡说啊 我 她睡地板呢 不许胡说 好了 赶紧睡觉 休息了 快 晚安 睡觉 你睡觉 姐 你干嘛呀 我上厕所啊 你干嘛呢 我会睡觉 好 怎么了 姐 我觉得你好不容易 回来一趟 我可想你了 要不今天晚上 我跟你睡吧 我可不想睡地板 那我回去睡觉了 接晚安 小孩 那个张老师 对不起 离婚好一遍 你刚刚应该先敲门才对 好 张老师 不好意思 因为我姐 所以今天晚上 我可能得和您睡一屋 可是我这里 只有一床被子 没事 我说地上 不用被子 我倒是没有办法 现在的这个办法 能够完美地融合 你我之间的想法 张老师 今天谢谢你 帮了我这么大一个忙 不用客气 不过我的建议还是 以你现在的情况 最好可以考虑一下 我之前提出的那个提议 这样的话 能完美解决你所有的问题 对不起啊 张老师 我真的做不到 好吧 安安了 怎么了 张老师 你先睡吧 我有事要出去一趟 你先睡吧 你在干嘛 不 张老师 就是 我今天上午不是扔了个白箱子 在那儿吗 那是我行李 我现在怎么都找不到了 我都找了一圈了 刹下车呢 对 对 巷子 啥巷子了 您确定是所有的东西了吗 对啊 这是里面全部的东西 我一样都没有动过 算了 张老师 没事 我自己回去再找找看吧 谢谢 这个玩具对你来说那么重要吗 很重要 吴迁长什么样子 吴迁啊 大概就这么大 然后白色的 其实是偏米白色 你的这个形容很不具体 有照片吗 有 这是你父亲啊 好 我知道了 如果按照刚刚 宝洁大姐的说法 我前很有可能落在了 环卫车里 环卫车在运送完垃圾之后 会被运送到附近的环卫站 早上八点到八点半 会被装车运走 所以你现在先回去好好休息 明天一早 八点半之前 你去环卫站找一下 有很大的概率能找到他 走吧 林叔 你跟张四年之间的差距太大 我承认你跟他在一起 也许会很幸福 但也有可能会伤得很惨 姐 你放心 我心里有数 我看未必 以后你俩之间的关系 不许再瞒我了 还有 做决定前必须先告诉我 明白了吗 作命 走了啊 嗯 拜拜 对 对 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很重要 所以我必须得仔细寻找一下 请您再帮我看看 里边那个箱子里有没有啊 张老师 这个也没有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我看你时间来不及 所以就先过来 反正早上也没客人 你的衣服全都走了 没关系 我刚才把小区里的 垃圾都找了一遍 暂时还没找到 我再去找一下 不用了 我们回家吧 行 等一下 小妹妹 这个兔子它不是你的吧 那又怎样 这个是姐姐的 你把它还给姐姐好吗 不还 怎样 你怎么能拿别人东西呢 那又怎样 不是 这个 嗯 来吧 我用这只兔子 换你手上的那只可以吗 太丑了 我不要 小朋友 帮我拿一下好不好 对 还有这个 这个帮我拿一下 我拿一下 允叔 给你 允叔 你笑一下 允叔 你笑一下 这是什么呀 允叔 你笑一下 这个是我爸爸给我留下来的 最后一句话 只是他现在已经不在了 谢谢你 帮我招呼的这句话 是 我小妹已经明白了 我之前的计算是错误的 在我原本的公式里面 你需要房子 我需要的是你和我倾听其余 来满足爷爷的需求 我一直以为我们诉求的契合点 都是这个房子 直到现在 直到那个五千 我才发现我们之间的契合点 是不存在的 之前的那个记忆 是我太草率了 不是的 存在的 你对爷爷的感情 就像 我对我爸爸的感情是一样的 所以 你 谢谢你帮我召回我和我爸爸的会议 不必客气 买烫了 我还你 谢谢 我现在需要去洗个澡 张老师 你为什么帮我这么多啊 你为什么帮我这么多啊 张老师 你为什么 对我这么好啊 因为你值得呀 我 我 我愿意和你一起完成爷爷的愿望 我答应你的契约 甲雨双方契约关系一年七晚后 甲方江南湾大道三六八八号学府雅院 二号楼A座五二零号住宅 无偿赠予乙方 这条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没有问题我们过吧 等一下 张老师 你真的要把房子给我啊 当然 不 房子是你的 我不能要 首先 我只在国内待一年 一年之后我就会离开了 所以这套房子对于我来说 没有任何的实用价值 第二点 我不希望你是自愿帮我 因为任何事情如果没有代价 付出的成本反而会更高 有这套房子作为报酬 我会更放心 张老师 我愿意帮你 是因为我希望能帮爷爷完成他的愿望 我不能要你给的房子 你必须接受 如果你不接受这套房子 我们的契约也就变味儿了 我知道了 当然 如果你要是心里实在过意不去 等你之后工作了 就按照你当时被骗的实际首付金额 补偿给我就好了 嗯 一定会的 好 我们再来看下一条 甲雨双方契约存续期间 双方不得以任何形式 任何理由 发生过度亲密的肢体接触 好 下一条 什么 不办婚礼 那怎么行啊 哪有结婚不办婚礼呢 当然还是有的 婚礼的习俗 是根据周礼里面的幼礼 演绵而来的 随着封建社会形势的消亡 这种既浪费时间 又浪费金钱的仪式 毫无存在的没有 运输 思念 到底办不办婚礼 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情 我不想逼你们 但我最后 就问一个问题 如果你们结婚 连婚礼都不办 如何向别人证明 同时也向你们自己证明 你们是真的结婚了呢 就按您说的吧 结婚 你想清楚了吗 你们才在一起 多久就要结婚 会不会有点快啊 那个张思年 那个张思年之前姐 你不是觉得她挺好的吗 无论从原品啊 学历啊 长相啊 都是很不错的 所以我下领上 会不会吃会吧 那你 我其实跟她 姐 你之前不是老说我吗 做事要自己做决定 不要天天沾前顾后 犹犹豫豫的 所以你和她 所以我和她 虽然认识的时间不长 但是我们俩是认真交往的 所以结婚这件事情 赶早不干晚 还有什么事 那个 伴娘 一定是我 姐 谢谢你 林叔 我都到了 你人呢 我到哪儿了 什么到哪儿了 你不是让我两点过来 跟你卡牌吗 我都到了 你人呢 现在已经两点了 我还以为是一点呢 别磨蹭了 赶紧过来 好 我现在就过去 你等会儿 婚庆公司让我提醒你 把刘春途带上 好 我一会儿就过去见 拜拜 你应该快了 应该快了 余叔 张老师 姐 抱歉 我没迟到吧 很准确 是 五分钟零四十 你们俩以后 要好好互相习惯了 人都到齐了吗 那差半了啊 你们先进 再等了一会儿了 还好我不是追寡的 走吧 拜拜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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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的环境还挺好的 这聊得来啊 我 姐 是陆宇 活呀 陆宇 陆宇是谁啊 陆宇你不知道 现在当红的电视剧男演员 陆宇 陆宇 他不会去饭牢吧 好开心 这儿闹电影了 陆宇 陆宇 我 我先去补个妆啊 好 那你快点回来 好 嫂子好 狼先生 你好 不不不 陆先生 你好 嫂子可以啊 一眼就看出我内心的本质 一匹寂寞的狼 您可真的是比电视上要有意思多了 您不知道 您可是我们素广阿姨的梦中情人呢 素广阿姨 梦中情人 我不是这个意思 其实我的意思是 好 不会说话就不要说话 你姐人呢 她去化妆间补妆了 这马上就要开始了 要不 我现在就继续交代 这也太尴尬了 我一会儿要跟她说什么 冷静 冷静 万事都有解决的办法 姐 你怎么了你 我没事啊 不对 我有事 我有急事 我要先走了 那不行 荒离产品还没开始呢 你把刘成表给我 我自己回家对一下 快呀 怎么这么着急啊 你回去看仔细点啊 对了 我给你买的结婚礼物 过两天来我家一趟 好 第一次嫌姐姐晃成这样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今天我们一共碰的七次 这是七百块钱 张老师 不用了吧 合同里已经写得很清楚了 道理我都懂 但是 您订完这个协议之后 我每天都想着 怎么样才能不要碰到你 怎么样才能不要碰到你 像我这种大脑 单线成的动物 又不像您一样 大脑里面有高能CPU 你以后在爷爷的面前 我露出马脚怎么办 你提出的这个观点 都是也有一定的道理 如果我们时时刻刻 保持距离的话 很有可能在爷爷那里 落成破绽 这不利于我们的大计划 对啊 要不然 这样吧 我再改一下合同 把日常生活里面的 正常肢体接触 这个限制给去掉 那这样我就轻松多了 那既然这样 我们不妨在婚女上 给爷爷把气做粗了 接吻环节 可以吧 张老师 你这是叫王郭正了 我已经想到别的问法了 不是真的接吻 喂 刘总 合同我已经改完了 第八款 第十条 您稍等一下啊 市场外面的 刘总 我一会儿再打给你 在欢临的现场 观众在台下 我们两个人在台上 轴线和观众是保持平行的 我们只需要展示侧面 给大家看 所以我们只需要找到 特定的姿态和角度 相互靠近 利用视差原理 就可以在不接触的情况之下 让台下的爷爷和观众 看到我们结婚的假象 就像是手柄级那样 你可以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 注意角度 三十度 慢慢靠近 陆丽敏 陆丽敏 没关系 你先接 喂 姐 姐 这么晚 你找我干吗呀 怎么了 这是什么 第三条 第一款 甲乙双方契约关系 一年期满后 甲方将南湾大道 三千六百八十八号 学府雅院二号楼 A座五二零号住宅 无偿赠予女方 什么意思 这房子不是你买的吗 什么叫它无偿赠予你 我买了 我是从表哥那儿买的 表哥 你是说霍奇 所以他把你的钱都骗走了 房子是张思年的对不对 霍奇是什么人 你心里没点数吗 从小到大 舅舅为什么打他呀 你倒好 你把爸爸留下的钱 一股脑全给了他 姐 我是真没想到 他会来坑咱们的钱 我就不该把这个钱 交给你处理 你报警了没有 没有 你为什么不报警 不是 姐 姐 姐 别别别 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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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 这事咱们不能报警 凭什么 你要让他逍遥法外啊 姐 你听我解释 自从咱爸妈去世了之后 一直都是表哥 他们一家人来照顾我们的 你想想 舅舅和舅妈 我不能这样把表哥 又送进监狱里吗 但是姐 姐 你放心 我一定会找到表哥 来弥补我这次错误的 你犯的错误那么多 你告诉我你要怎么弥补 房子的事情你就够糊涂 你还给我签了份 不明不白的婚前协议 你知不知道 婚姻法第一章 第三条 明确禁止婚姻中的买卖行为 一年之后 如果他不同意跟你解除关系 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姐 我觉得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张老师他不会骗我的 他不骗你 难道是我骗你 我是你清姐 他是谁啊 他就是拿这个房子当诱儿 骗你欠了这份卖身契 可是我觉得 张老师他不会干这种事 而且他人挺好的 这不是你认可的吗 那是之前 我以为你俩是正经的男女朋友 总之 房子的事情你先别管了 我来处理 结婚这件事你就更别提了 你回去跟张思念说清楚 把婚礼取消 听见没有 如果说违约的话 如果说违约的话 我知道 如果我单方面违约的话 我会补偿您相应的损失的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你说 我不会勉强你做任何的事情 如果你不能履行合约 我需要考虑如何跟爷爷解释 爷爷他现在还能承受 这样的结果 我需要考虑 他的病情 和他现在的身体情况 再做出晚断 张老师 对不起 我真是太差劲了 张老师帮了我那么多忙 我却连自己的承诺都无法约线 爷爷要是知道了 怎么可能受得了 怎么办啊 爸爸 爸 我到底要怎么办呀 是你 抱歉 打扰了 我问一下云书在不在 你不用找他了 我现在全权处理他给你解除 协议的事情 你有什么事情直接跟我说 云南 云书到底在不在 不在啊 怎么了 他从我家离开了 而且现在电话联系不上他 最关键的是 他把五千带走了 是写事什么 婚礼生的报价要操活案 是写事的 结婚是假的就算了 连婚礼都办得这么简陋 我怎么放心把妹妹交给你 地方好熟悉 你刚刚说什么 这个教堂 是小时候爸爸带我们赶海的地方 你看一下 是不是这里 没错 这个地方在哪儿 林书 林书 姐 张老师 你们两个不会以为我要逃婚吧 你难道不是吗 我不是的 我本来要跟你们两个人打电话的 结果手机忘充电了 我关机了 其实我到这儿来 只是想自己一个人好好想想 没什么好想的 跟我回家 可是 姐 虞书 婚礼 我会取消 我知道 你不愿意撕毁跟我的合约 是因为你担心爷爷 而且一直以来 你都在替我考虑 包括这次婚礼方案的选择 你还在替我着想 而我一直都没有 估计到你的感受 是我太自私了 合同你也不必放在心上 解约的问题 我和你姐姐会处理好 你放心就好 那爷爷他 爷爷你也不必担心 明天一早 我会和他解释清楚的 以他现在的身体状况 和承受能力 问题应该不大 你打算放手了 我不会逼迫云书 做他任何不想做的事情 从一开始 选择权 就在云书手里 我去前面等你们 一会儿送你们回去 我收回昨天晚上 我对张思年的评价 他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坏 那姐 你是改变主意了吗 我找她再给你 小事 你让我去 好 云乱姐 你来了 好久不见 你这次回国之后还走吗 不走了 我回国内公司任职了 我也留在国内发展 陆雨 钱分呢 你们认识啊 对 他乡与骨枕 我们只是见过 在国外 您好 陆宇 是陆宇 他怎么来了 陆宇跟四年 从小一块儿长大的 真的 他们是发小啊 对 我的天 张老师这么说就算了 发小还是大明星 林诺 我觉得 陆宇跟云兰姐很可疑 就是啊 陆宇 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我们之间有交集 我都不怕 你怕什么呀 这儿的空位有很多 请你坐到其他地方去 谢谢 这儿的空位有很多 在森林里迷雾的绝望的人啊 胜利的指南指中了梦法 没人还想着你带你回去啊 树上的鸟儿在鸡鸡喳喳 我可以用我的人格进行淡白 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 我不会逼迫云书 做任何他不想做的事情 我会尊重他 爱惜他 保护他 像家人一样对待他 你常感到害怕 没人远陪伴他 张思年先生 你是否愿意娶 云书女士 作为你的合法妻子 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 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贵 你是否愿意永远地 包容他 保护他 支持他 直到永远 我愿意 云书女士 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是 你一身的癌 无论贫或负 健康或是疾病 你是否愿意永远地 包容他 支持他 直到永远 我愿意 我们肯定形成很有情 现在新郎 可以亲吻你的新娘了 江流还记得我 什么 虽然我们两个人 是契约关心 但是从今天开始 云书就是我的棋子 爱情这道题 我告诉你 你牵我的手 太久了 看见你最爱的你 一眼闭嘴感受 超低脱的我 时间匆匆 弯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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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月的流程 有你再陪我经过 我好像真的喜欢上张老师了 你喜欢就喜欢呗 喜欢一个人该上就上 可是我跟他是契约关系 他会不会不喜欢我呀 这脑子是不是空的呀 契约关系也能变为现实 爱起来 那你说我应该做些什么呢 首先你要向他暗示 你和他已经是亲密关系 然后再向他发送爱的信号 传递爱的丘波 最后再用行动 直接向张老师告白 这样他就会知道你的心意了 你最近为什么总是盯着我看 我 我没有啊 婚纱照啊 这是什么 这太好看了吧 我觉得张老师好像 并不是很喜欢 你自己睁眼看看 你看看张思念看你的眼神 你看看这眼神 这不是爱是什么 那又能是什么呢 是爱吗 好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沈老师 云淑啊 对 对不起 怎么这么着急啊 要干嘛去啊 云书 张老师 这是干嘛的 那个吴教授 我之前找您呢 把那个教务处记的呀 新发的个科室表 好 我这边请 我给你杀了 你杀了 张老师 你是不是生气了 云书 我记得我今天早上告诉过你 不要去学校 也不要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关系 这会对未来造成很多的麻烦 张老师 你为什么不想让别人知道 我们之间的关系 你是不是嫌弃我 你怎么会有这样的逻辑 你怎么会有这样的逻辑 张老师 我各方面都比不上您 就算作为您契约关系的对象 我也不一定配得上您 你这番想法又是怎么推倒出来的 我根本就没有这个意思 那你为什么害怕别人知道 我们之间的关系呢 害怕 首先第一点 我没有害怕任何人知道我们的关系 第二点 我只是不希望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这份关系 因为等协议结束以后 如果更多人知道了我们的关系 很可能会对你以后的恋情和婚姻 会对你的名誉造成影响 这一点是我考虑不周全了 不过你放心 我会再加一个补充协议 如果之后你的男朋友或者是丈夫 对你造成了一定的误解 我会出面向他们说清楚 这些事情的缘由 张老师 所以一直以来 你只是把我得上你的意义方对吗 但是在这份契约里面 我们确实是甲方和乙方的关系 我知道了 你为什么关系 你还在跟你们 我从变成真的 你为什么要 您的 是不是 这样的 你怎么若不是 说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不是和云书有什么事啊 云书搬走了 云书离家出走了 注意一下你的用词不是离家出走 是他搬走了 不是 为什么呀 他觉得两个人应该保持一些距离 这样对大家都好 说吧 你又做了什么奇怪的事情了 我只是提出来 在万人面前我们尽量保持距离 这样可能对于大家都好 玩家是他提出来的 而且还没有经过我的允许 行 那你现在如愿以偿跟人家保持距离了 开心吗 那你现在什么感觉呢 谈不上开心 也绝对给你 他还有一点思念 他还有一点思念 年年 你恋爱了 家属 太好玩了 怎么 有心事 没有啊 爷爷 你不是说我的优点是没心没肺吗 所以我怎么可能会有心事 别忘了 人老精鬼老灵 是不是跟四年有什么不愉快的事了 没有 没有 你说 我有件事想请你帮忙 没问题 爷爷 你说 好 海边别墅 这么大的家 我一个人得收拾多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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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aries Welt 你也要找我 是个 maintenirone的 家的食材太大了 再不打扫的话 就收拾不完了 运叔 恭喜你获得新的工作 那我们开始吧 我 熄灭了灯 找寻 光的痕迹 脚下的流云清晰 无法坚定 并肩有人问着 你还在身边 你把温柔的人回答 一直在这里啊 这幅都穿越人海 想不靠近多么不靠近 迷叔 张老师 迷叔 这个房间 其实可以不用打扫的 张老师 我在里面看到了 好多你小时候的照片 好可爱啊 原来你小时候 还看头画呀 张老师 对不起 我不是公益要翻你东西吗 你先出去吧 好 那我去打扫一下别的房间 好 之前还以为再也回不来说话 今天走进家门呢 真是宝贵的事啊 张院士 这话可不能开玩笑啊 怎么是玩笑呢 由衷之言 来 坐 爷爷 你看 家里叔特别干净 现在心情是不是都变好了 当然好了 有你们俩在啊 爷爷心惊就好 爷爷 你饿不饿 我做饭给你吃 好啊 等着 今天晚上有好多好吃的 还是家里舒服啊 赵老师 张老师 爷爷呢 爷爷说 他想看会儿说 好 我来帮你吧 那你帮我 把那边洗好的菜 切一下 好 我来帮你了 没事 其实我自己可以 没关系 我来吧 谢谢 之前是我考虑不成了 爷爷 饭还没做好呢 跟你们俩商量个事 今天留下来陪爷爷住一夜 明天再回去好不好 不用了 妈 好 爷爷 没问题 语书 怎么 有心事 爷爷 这么晚了 你怎么还没睡啊 人老到都这样 嘴馋 趴死 没瞌睡 家里还有饭 我给你热闹 不不不 吃两碗这个就行了 爷爷 我有个问题想问问你 问吧 张老师 他是不是不喜欢 安徒生童话 你怎么忽然想去问这个呢 我之前 在二楼客房收拾的时候 在里面无疑看到 一本安徒生童话 里面有好几个 被换得乱七八糟的 我想那个应该是故意的 所以 是海的女儿吧 那是四年最喜欢的童话 也是她心底里最大的伤痛 四年四岁的时候 她爸爸妈妈去外地 参加学术考察 原计划暑假回来 四年每天都盼着她妈妈 早点回来 可盼来的却是的 面对四年 我实在没有勇气 告诉她真相 只好用她最喜欢的 林垂童话欺骗她 我告诉她 妈妈并没有离开我们 其实妈妈是条美人鱼 现在回到大海里去了 等她长大了 才能回来看她 但谎言 不可能永远存寻 爷爷 你别这么说 她不是不相信童话 她呀 只不过是还没来得及 跟过去的那个自己 好好说再见 运叔 嗯 你知道爷爷 为什么 要让你和四年结婚吗 因为爷爷知道 你是一个 善良又温暖的女孩 相信你会感染四年 让她也变得温暖起来 爷爷 我答应你 好 时间也不早了 早点休息 明天一早 我们就回去 嗯 爷爷都告诉我了 爷爷跟你说了什么 美人鱼的故事 都已经过去了 童话故事 也只是哄哄小孩子 信实的社会里 不存在的 但是 她里面的所有情感 都是真实的 所以 别否认她 她就算了 是 她的 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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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 她是 语书 语书 张老师 美人鱼 他没有忘记 跟你的约定 他回来看你了 语书 你可不可以 搬回来住 语书 语书 你 语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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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病 也不需要预防 而且我对这种姜汤 可以预防和治疗感冒的事情 深表怀疑 这种民间的土偏方 在论证采集和论证结果的分析上面 不足为信的 好 那你不喝 我端走了 等一下 你不是不喝吗 我要身体力行来证明 这种民间的土偏方不可信 好烫 烫 你着什么急啊 我给你吃吃你再喝 生蛋好点了 是不是好多了 味道还可以吧 说吧 这次又有什么事啊 我只是觉得很奇怪 最近我总是会做一些 莫名其妙的事情 这在我之前是 绝对不可能出现的 是针对云书吧 也不完全是 有时候我会表现得很开心 有时候又会很愤怒 我做任何事情都会觉得 心不在意 思念 你陷入爱情了 陷入爱情 如果你搞不清自己 是爱上云书 还是喜欢 那就亲身感受一下 那你说说 我应该怎么感受 接吻 接吻 接吻之后 你就会有答案 接吻 Comes in 大牛 真是 太快了吧 烓雪热 茶 烓酒 烓雪轧 香ipe 一окой 离物 看都有 呢烓雪的 抓紧时间多休息 你看笑脸都累瘦了 爷爷 没事 再忙我都要回来看你 你在我心里 可是第一位呢 还是我们云叔会说话 不像某爷同志 爷爷 你要拿什么东西吗 要不要吃一个苹果 我要吃花岗 花岗 你看 看到了没有 找到了 这个呢就是爷爷说的花阁 如果你搞不清 自己是爱上袁叔 还是喜欢 那就亲身感受一下 那你说 我应该怎么感受 接吻 抱歉 老爷爷说 没经过你的运许 看到了其中一页 是你的造物标准 我发现有很多 我懂得太浮夸 你已经很好了 但是看到你的标准 我突然觉得 我好像真的不太懂了 我还没给你制造过什么惊喜 我也没给你制造过什么惊喜 也不曾让你有过心动的感觉 这对于我来说 都不是数学可以解决的 熄灭了灯 找寻 光的痕迹 脚下的路清晰 步伐坚定 你听见有任务 现在这样算是恋爱吧 是我要求太高了 或者是张老师太高聋了 我会不会太没有清掉了 陆宇也说过 恋爱这种事情 不能共事共满 云书 我想我们要不要增加一个 补充条款 之前的条款里面 对于不能爱上对方这一条 似乎不太适合 我们现在的关系了 好 那我现在去修改一下 好 我在想 既然我们已经是情侣了 睡在一张床上 你喜欢我 我也喜欢你 那我们不如把那些 繁琐的程序都省掉吧 你看可以吗 嗯 那不如今晚 我们一起睡吧 张老师 你咋 对不起 你 你刚刚 说的什么 我刚刚说 既然我们已经是情侣了 睡在一张床上应该 没 没什么问题吧 你喜欢什么姿势啊 我的意思是 睡觉的姿势 我比较喜欢厕着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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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比较喜欢什么姿势啊 你 我也喜欢厕着睡 张老师 嗯 我没辈子了 不好意思啊 要不 我们俩靠近一点 这样大家都有辈子了 嗯 我抱着你睡吧 嗯 我抱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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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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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位美女 她不仅是我们学校的优秀毕业生 未来还会与我们系合作 搞一个智能穿戴项目的 一样本实验书记分析 林老师 大家好 我是林楚楚 思念 我觉得这次回来 你好像变了 变了 嗯 哪里不一样啊 好像更温暖了一些 怎么样 最近过得好吗 过得很好 你应该找到男朋友了吧 还没有 还没有 谢谢你姐姐 谢谢 谢谢 实际上是麻烦事了吧 嗯 我想面试的时候 教一个爸总恋爱的漫画 但是 这个完全不是我的领域啊 霸道总裁 我想到一个人 还活着呢 还活着呢吗 是 云书需要画一个霸道总 才方便的漫画 有些问题需要问一下你 这你算问对人了 我可是霸总角色专业户啊 首先呢 霸总的名字 要起的霸气 比如 慕容火海 南宫贤 其次呢 他长得帅 像我一样的 我就说了 他不一定靠谱 也算帅的 然后 性格要孤僻 诡异 对全世界都是能力 偏偏对女主 有道理 明白吗 最后啊 你要放一句狠话 就比如说 这是朕 为你打下的江山之类的 明白没 听明白了 陆宇 今天谢谢你啊 姐姐 你给云书表演一下 怎样做一个霸道总裁 他也许就有灵感了 首先啊 你要说我那句 最经典的台词 你怎么样让我上回来 都说了吧 都说了吧 我不行了 明明是很成功 放心吧 终于结束了 我们吃东西去吧 行 走啊 太疼我看见最完美的你 你眼睛感受差不多到我 时间匆匆的完美 没关系 还有机会 嗯 嗯 语书 只要不放弃 就一定会实现的 张老师 我拿到奥分了 我拿到orson手机 那是主要的 就是这一公里吧 你老师 你怎么不懂 你不懂 你我们那个 众 volunteers Einstein 你不懂了 就没听过 你不懂 你不懂 律政剧的拍摄 咱们所有幸和他合作 什么意思 未来三个月 都会在咱们这儿体验生活 做你的助理 可是为什么是我 当然是你了 你是咱们所的王牌嘛 王牌 刘总你知道的 信俩的合作项目在我这儿 我哪有时间带 带小朋友啊 你看 不能遇到困难就退缩吧 陆先生现在的名气 对咱们所的影响力 有很强的推广作用 你可不能拒绝啊 余律师 多多指教 爱情这道题 我告诉你 你牵我的手 抬头 我看见了最完美的你眼 你眼中 你眼睛感受 差不多的梦合 时间匆匆 暖暖了下台中 岁月的流转 又你再陪我 挺有意思的 好适合 那我现在宣布 完美先生和差不多小姐 下周正式开始连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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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余叔 我的漫画下周就可以在网上看了 而且还是连载 又完美 其实我本来今天 想跟张老师和大家一起庆祝的 结果他们都好忙啊 网络上呢 有好多好多网友问你 为什么你的漫画那么甜啊 你是不是在生活中有一些 甜甜的恋爱经历呢 你这个问题呢 怎么回答呢 身为作者的我 那天晚上 晚上被张老师抢稳了之后 我突然一下就灵感爆发 然后就都画出来了 一会儿张老师回来 你打算怎么跟他庆祝啊 你不是好好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准备了 三 我今天要主动出击 我要顾倒他 说到做到哦 谁做不到 谁是小狗 谁是小狗 好啊 说到做到啊 张老师 你想怎么扑我啊 扑左边还是扑右边 我要是 扑 惊喜 等等 爸 我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漫画家了 已经超级被我骄傲了 对不对 谢谢你在小时候那样地鼓励我 照顾我 支持我 我要跟你分享一件事 我啊 真的是遇到了我事业上最大的天敌 克星 而且外界还是个冤家 可是呀 爸 你知道吗 他虽然看起来外表冷冷的 每一个身体 但是其实他是一个 特别温暖的人 他其实一直是在背后 鼓励我 让我成为了现在 可以让自己满意的我 但是这也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吗 我呢 还有姐姐 爷爷 易奕 还有林诺 他们一直都陪着我 有他们在 我真的好幸福啊 所以爸爸 一定要放心 我和姐姐 都会幸福的 梅姐 前台有你的邮件 帮你拿来了 谢谢 你看 人机还在增长 我就说行吧 怎么了 梅姐 律师函 我 我被起诉了 放心啊 有我在呢 我刚刚突然发现 其实我还是挺幸福的 马上就要吃官司了 乐观的镜头倒是没变啊 嗯 嗯 嗯 思怀年回我私信了 而且她同意了见面 是吗 嗯 那准得太好了 嗯 既然我陪你去吗 放心 这次 我自己可以搞定的 您是四华年吗 你是云叔 对不起 对不起 我这次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真的不知道这些文字 是有版权的 真的非常非常抱歉 对不起 我以后绝对不会再犯 这样的错误了 如果你 快坐下 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呢 我今天叫你出来 其实就是想告诉你 我会撤销诉讼 您 您不告我了吗 嗯 其实我之前写的那些文字 都是我留学的时候 无聊随便写写的 前段时间代理公司 突然打电话给我 说 有人上网 抄袭我写的东西 要帮我发力是一行维权 我当时实在是太忙了 就随口答应了 昨天才突然想起这个事来 我就赶紧上网 去看看你的漫画 看看你怎么个抄法 可是我没想到 我很喜欢你画的完美先生 和差不多小姐 你 您真的很喜欢吗 如果你觉得合适的话 我想要跟你合作 就是未来 如果你那些漫画 还需要一些文字的话 我希望我能够参与 太好了 这 这绝对是我的荣幸 为了这个特别的合作 干杯 赵老师 我不会被搞了 看来她撤诉了 嗯 那她人还不错啊 嗯 她是一个人美心善的 漂亮姐姐 如果你是完美先生的话 我觉得她就是完美小姐 只可惜你名花有主了 所以她没有机会 今天是不是可以下来了 嗯 不过那个漂亮姐姐 喝咖啡的口味和你好像啊 是吗 还有啊 含糖的东西要少吃 对身体不好 听到没 嗯 听 любить 你要吃些什么 哦 我都可以 对了 第一期的调查报告 已经出来了 尽快联系一下总部 让实验室核对一下 我们也好开始 第二期的要版调查 我下午啊 核对一遍就发过去 好 小心 没事吧 没事 然后那次还有 张老师 初初姐 于书 于书 今天怎么有考虑学校了 我本来今天想来找易 顺道接你下班 我正式介绍一下 云书是我太太 不过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初初姐 就是之前我说的四花年 那你们怎么会在一起 初始是我现在这个项目的 负责人 我们原来也是同学 那吃饭我们改天再约 于书 等我一下 我去看车 好 走 走 走 怎么大半夜的收拾起来 我的性命 刚刚我和史楠老师 打过电话了 你拒绝这次项目 是因为害怕 和初初姐她们闭关 我会难受 对吧 我只是最近她累了 而且还想 多抽出来一些时间 好好陪陪爷爷 四年 我没那么幼稚 我想成为你的闲地柱 不想绵上你的绊脚石 虽然 我不太懂你的世界观 但至少 我可以为你的人生计划 而努力一下 我帮你典了冷脆 谢谢 这是三天前 我收到的漫画稿 你和思念是契约关系 这样关系 只是我们两个人的 相识方式而已 已经不代表什么了 是因为爷爷吧 是因为爷爷吧 云书 未来的朋友 未来的路还很长 你有认真考虑过 你们两个的未来吗 长久的婚姻 是需要两个人 拥有共同的世界观 共同的目标 和互相认可的人生感悟 你能回答我这三个问题吗 我认为生活是美好的 她的每一天都值得我去珍惜 我和张老师有共同的目标 我们一起约好了 好好照顾爷爷 一起快乐地生活 至于人生感悟 遇见张老师 是我今生最幸福的事 这次叫你出来 是有一件事还想跟你说 我可以主动让代理公司 提出解约 不需要 我以为你会介意 毕竟你还小 我怕你弄不明白人生 和感情的界限 谢谢你替我操心了 初初姐 虽然你比我大 阅历也比我丰富 但是我希望你能知道 我是张思年的妻子 我已经是一名已婚女性了 我当然很清楚 生活和工作之间的界限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好了 今天大家都到这儿吧 好 好 回去把资料都整理一下 再发给我 好 辛苦了 好 没事 没事 重新计算之后 记得再给我 好 好 好 谢谢 那我先走了 好 那我们先走了 你也累了一天了 休息一下 我先回了 思念 我想跟你聊聊 我想跟你聊聊 爷爷 爷爷 您说累了 没事 人老了 总会有许多意外外分 用不着担心 你 也没关系 我现在已经结婚了 也有属于我的妻子 所以你的那些问题 对于云淑来说 确实有一些冒犯 可你们是契约关系 是因为爷爷才这样做的 可是我们已经从契约关系 了 了 转变为婚姻关系 而且我是真的爱她 云书 是不是走这条路 我看导航啊 我也没去过 实在是不好意思 我们不能透露客人的隐私 怎么能是隐私呢 我都跟你说了 她是我老公 我来找自己老公 有什么不可以的 您可以等 你下电话通了 让她出来接您 她要是接我电话的话 我还来找你们做什么 我实在是抱歉 来啦 要不算了吧 如果你上来找我辩论的 我想就没有这个必要了 我 其实有其他的事情 想要问你 俞硕 你要不再给她打个电话 俞硕 那是不是张老师 走走走走 俞硕 子宾 是你 我真的想想我通 你到底为什么喜欢云书 云书 哈 快过来 回来 过来过来 快过来 快过来 这次我回国是为了给爷爷看病 爷爷生病的事情让我变得失控了 一直以来 我都希望我可以对所有的事情 能够控制好 规划好 我不希望有任何一件事情 是我控制不了的 直到那天 我的生活里走进了一个 和我性格截然相反的人 凡事 都随遇而安 都差不多的一个女孩 是她改变了我 那你当初为什么要帮我 叫我 运叔叔 我一直都把你 当成我最好的朋友 你从头到尾 对我都没有动心过 或许那时候的我 对自己并不自知 就好像是我最初 遇到运叔那样吧 你让我抱抱你吗 就像是最后的告别 从来你走 我已经有想要抱他人了 我已经有想要抱他人了 余叔 张老师 嗨 张老师 我们是陪余叔来的 嗯 张老师 我不是故意偷听你俩说话的 其实我今天是打算 我们的契约要到齐了 你愿意 你跟我许愿吗 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张太太 我愿意 然后呢 然后 接下来新郎 可以这么熟悯几年吗 你不是要连手 在我身边来回 一笨拙着我 再人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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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牵我的手 太疼 我看见最完美的你 你眼睛感受 差不多的我 时间匆匆 你对世界的理解是什么 世界 是无形中可能性当中的 数学形式当中的一生 那 你对未来的计划呢 和你一起 在三十五岁之前 获得菲尔茨香 嗯 那你对人生的感悟呢 我爱你 我也爱你 我看见最完美的你 一眼眼睛感受 差不多到我 时间匆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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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匆区 我想我一个明白 你可能被骗了 他是我表哥 他怎么可能会骗我 你能不能帮我一个朋友 可以啊 做我女朋友 蛤 你可以先去我那儿住 一个月 结婚 我觉得我被你套路了 从一开始你让我 假扮你的女朋友 然后又到现在 让我住进你们家 现在又要我跟你结婚 张老师 你是不是早就想 这么套路我的 不是传统医生的结婚 而是一种企业关系 我记得我今天 怎样告诉你 不要去学校 也不要让更多人 知道我的关系 你是不是嫌弃我 你是不是也觉得 我是一个没有用的人 从今天开始 云书就是我的棋子 首先 我和他的学历背景 跟我们的关系不够 我可以用我的人格 进行淡保 我不会逼迫云书 做任何他不想做的事情 我会尊重他 爱惜他 我们是先结婚 好恋爱 我这个人很古板 也没什么情趣 张老师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好啊 觉得你们的人生完美吗 如果没有你这个 差不多小姐 我的人生 就不可能完美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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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那干我 你让我做很惹 你俩我什么意思 你俩都不想到你 你俩都不想到你 问着你还在身边吗 温柔的人 回答你一直在这里啊 这风还穿越人海 向我靠近多么不容易 我只想努力珍惜 与你共有每一个瞬间 逃了错误之后 来生还能再度遇见你 原的你眼睛 属于我的秘密 人类的尽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